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 向日葵今天要去跟贝贝小公主一起环游世界 大家快来跟着向日葵一起看看吧 先去哪一个国家呢 这些我们都去过了 去法国吧 去旅游要带些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没问题 大家快来帮贝贝选东西 将需要带的东西都撞到行李箱里 鞋子还有帽子一定要戴上 真聪明 这应该是最后一样东西了 带上这些东西出发 来帮我搭配一套合适的服装吧 宝宝们先去为贝贝选一套合适的服装 好喜欢这个发型 我们换一个金色的头发 选一个小裙子 选这个颜色真好看 选这个粉色的吧 再配上一双粉色的鞋子 手里拿着一个粉色的包 大巴要来了 上车 去看一看有哪些景点 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卢浮宫 它是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 位居世界四大历史博物馆之首 它被建造于1204年 原来是法国的王宫 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 让贝贝跟她合一个影吧 开始去下一个景点 凯旋门 这里是凯旋门 凯旋门位于法国巴黎的 戴高乐广场中央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教堂建筑 不过很可惜 巴黎圣母院在最近 4月15日晚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米洛大桥 它位于法国南部 是法国连接巴黎到朗格多克海岸的一部分 离开这里 继续往前走吧 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 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战胜广场上的楼空结构铁塔 它的总高是324米 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 因此成为法国和巴黎的一个重要景点 以及突出标志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向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